喝一下 哇 這也很好喝 嗨 大家好 我是姐夫 姐夫喜歡熬湯 不同的菜色 要用不同的當底來做搭配 當然 這是為了凸顯菜色的風味 也是美味的關鍵喔 那姐夫今天要來分享兩道 非常容易上手的高湯 材料簡單 做法簡單 食用途多多喔 那我們先從最簡單的 昆布高湯先開始 這是昆布 昆布買回來 我們稍微用水沖一下 或許它表面有一些不乾淨的雜質 大概沖一下就好囉 好了 我旁邊有一鍋熱水 接下來 我們只要把它 放下去 把火關掉 讓它靜置 大概泡個30分鐘 簡單的昆布高湯 就完成囉 好 接下來我們做另外一個 昆布柴魚高湯 我們一樣煮一鍋熱水 準備兩片昆布 昆布 我們一樣用水沖一下 沖過水的昆布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熱水裡面 這是一碗柴魚 在做昆布柴魚高湯的時候 我們的柴魚可以買便宜的 因為我們只是需要它的味道 那柴魚我們一樣把它倒下去 接下來我們關火 讓它靜置 浸泡一下 昆布柴魚高湯 是不是也很簡單 好 你以為這樣子結束了嗎 沒有 好 姐夫現在要把我們剛才 好湯的昆布 拿來做小菜 那姐夫也請到了 姐夫的好朋友 一如 嗨 來當姐夫的特別來賓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吃飯囉 先加一些糖 這是韓國香油 這是醬油膏 加一點點韓國辣椒醬 然後把它攪拌攪拌 然後把它攪拌 這邊 這個就麻煩一如 持續幫我攪拌 因為我們放一些糖 把它攪拌 來這邊我來切昆布 昆布 姐夫要把它切絲 這是剛才我們做的昆布高湯 好 我們家裡 可以嗎 可以嗎 還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 這樣我們這個小菜 也很簡單 讓它稍微泡一下 這泡布脆脆的還不錯 口感 其實口感的還不錯 加點綠色的蔥花 我把架子裝飾了 好 我們最後再撒一瓶芝麻 這樣就很沒了 這樣看起來就很好了 我們剛拌起來 看起來還是蠻燈料的 然後我們現在裝飾一下 紅的綠的白的 做法很簡單 就是姐夫食堂的精神 東西都不浪費 就是要把你熬湯了 那這些我還是可以把它來做 做人的小菜 做人的小菜 OK 就先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 把昨天做柴魚高湯的柴魚 也拿來做小菜 這是我們昨天的柴魚高湯 我們加一些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加 兩匙的糖 讓它濃縮一下 它都快好了 有點焦糖的感覺 再加一條的柴魚高湯 再加一條的柴魚高湯 這條的柴魚高湯 是要把剛才的焦糖 再把它煮融化 我們再加一匙的醬油 攪拌一下讓它煮融化 好囉 焦糖煮融化 熬高湯的柴魚 然後放下去 拌炒 讓它去沾到醬汁 再加一瓢的醬油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盡量把汁收乾 然後看一下 完全沒有水分 要記得一直攪拌喔 讓它越乾越好 好吃 好囉 說到乾乾的 越乾越好 那這樣子就差不多囉 我們把它裝起來 撒一點芝麻 撒一點七味粉 裝飾一下 我們用熬湯 剩下的柴魚片 然後做成一個小菜 一點都不浪費 今天 姊夫熬了兩個高湯 姊夫沒有丟到任何東西 全部都把它再利用 像這柴魚片 甜甜的 鹹鹹的 辣辣的 用來配稀飯 還是當下酒菜 非常的好喔 姊夫食堂 希望傳達的宗旨 就是可以回收的 可以再利用的 我們都不要浪費 像今天 姊夫做這兩個示範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也希望你們喜歡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囉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喜歡姊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姊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姊夫 要記得訂閱姊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姊夫按讚 和分享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姊夫的更新喔 姊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姊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接下來 姊夫還會分享 用昆布柴綠高湯 和昆布高湯 來做一些變化料理 要持續鎖定姊夫的頻道喔